我塞 我塞 我塞塞塞 只是短短一公里就得走上一小时 这么堵实在受不了 不管男女老少还是孕妇 都忍不住下车散步 堵得太厉害了 然后小孩子下来散散 从7点20分出门 到现在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不止上海 大陆各地交通大打劫 从长山脚到华北地区 高速公路无一不塞 北京京藏高速 最长塞车时间更高达10小时 但这只是刚开始 到了景区目的地 才知道什么叫赵罪受 请不要冲气 不要冲鲜红后 上海外滩人潮涌动 公安武警来回穿梭巡逻 就怕踩踏事故再发生 部分路段还实施单向通行 而北京故宫一天涌入11万人次 创今年以来新高 玉花园也才单向通行 疏散客流 每天花了多长时间 10分钟啊 那等船呢 一个小时吗 厦门古浪雨 游客一波接着一波来 一天下来有6.2万人上岛 启用了7条航线 加开班次 还是再不玩 镜头转向杭州西湖 武一迎来近59万名游客 断桥再度被人占领 有网友戏称是只见人头 不见桥头 看来武一廉价 驾车出游 最好都有塞死挤爆的心理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